有個正式的名字叫刑法十八禁 感謝Peter想到的名字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提案是要把刑法的那個 本來是十八歲的那個年齡 我們上修到 完全真的上修到二十歲 那目前我們就會照著這樣的內容 去Joey廷來提案 那所以今天的目標就希望在六十天內 把這個提案能夠湊到五千人來連署 所以我們現在有蠻多的行動要做的 那其實今天做了很多討論就是 例如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倡議 那這個倡議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那個刑法跟 我們目前沒有給十八歲二十歲的人投票權 但是我們卻用刑法對他做了很多的限制 那這有權責不符的問題 那而且我們還發現到政黨法之後 十六歲就可以入黨了 所以十六歲到底有沒有政治判斷能力 那我們其實有蠻多東西可以討論的 所以其實我們有想說在這共比中 整理一些荒謬點 那這些荒謬點都是可以被做成梗圖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今天也想說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找一些KOL或網紅之類的 怎麼去來倡議這議題 那當然是希望找一些混亂邪惡或混亂中立派的人 來做這個會更適合 所以可能眼球中央店才可能蠻適合的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想辦法去多找一些KOL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能也要建立一個粉專 然後這粉專專門來提供梗圖 然後讓KOL或是讓支持這個議題的人可以轉貼的 那這邊有列一些就是我們本來想要用什麼名字 然後最後選擇就是還是 就是刑法18例名就是想要的名字是最好用的 對然後那個今天也有生了一些圖卡出來 所以這些可能之後就可以慢慢拿來使用 然後接下來的幾個 喔對也有想要做這個就是那個 臉書上的頭框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來產生自己的頭框來擴散 對那也有做一些討論就是說 欸兵役年齡是不是也要一起提高 那雖然我們蠻贊成兵役年齡也要跟人一起提高 但是這件事情可能會讓這個議題複雜化 因為可能有一些保家衛國派的就會覺得 我要激烈反對這件事情會讓他們那麼複雜 所以我們兵役可能會暫時比較冷處理 那再來就是可能會有人問說 那民法是不是也跟人一起上升到20 因為民法接下來的下個月1月1號就要正式從20降到18 對那後面有人就這樣講 但其實民法本身是在講私人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那但是刑法跟投票都是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民法是不需要動的 我們只要動刑法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可能接下來要讓這個議題繼續討論下去 所以我們有幾個 我們已經開了一個頻道就叫刑法18件是中文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討論 然後以及我們要開啟粉專去聯絡KOL 所以我們現在預定要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我們會在線上討論就是來推進進度 然後還有一個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現在要送出那個就影平台 好 送出了 送出成功了 好 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